小小黑猩猩小龐和拍檔的牛頭犬詹姆斯 到人類的世界挑戰當小幫手 充滿刺激和意外的夢幻成長故事 天才黑猩猩小龐和詹姆斯的小幫手大挑戰 這次的使用是 阿斯塔利 你總是買來的 但這次的使用是 沒錯 這次要去退潮的海邊撿蛤蜊 必須在海邊的潛攤 把躲在泥土裡的蛤蜊給找出來 其實公子先生是為了控制小龐對水的恐懼 才會安排這次的任務 小龐聽說要去撿蛤蜊也顯得很高興 所以這次的任務就是 退潮海邊撿蛤蜊篇 第一次挑戰撿蛤蜊的小龐 先向公子先生學習如何從泥土裡挖蛤蜊 把工具爬子和網子放到詹姆斯的背包裡 就要準備出發咯 有錢千元 放在泥土裡 放在泥土裡 往左邊 走 兩個小傢伙精神飽滿地跑出去了 不過小龐真的不怕誰了嗎 一想到小龐和詹姆斯 這次要面對艱難的磨練 公子先生決定還是偷偷的跟在後面守護他們 目的地是退潮的潛灘 只要沿著附近海岸旁的小路一直走下去就行了 小龐和詹姆斯順利的一路往前走 咦 小龐怎麼突然停下來了 哦 原來是路上有一大片積水呢 你想最怕水的小龐 該如何穿越積水繼續往前走呢 有了 小龐似乎想到好辦法了 嘿嘿 走在牆上就可以過去了 嘿嘿嘿嘿嘿嘿 詹姆斯不是那邊啦 小龐成功地穿過了積水的馬路 小龐你真行耶 接下來要經過大橋 再沿著小路走 就會到達捡蛤蜊的海邊了 不久後 很快就到達退潮的潛灘了 公子先生事先已經跟當地工作人員報備過 兩個小傢伙來到服務台咯 哎 小龐不是那個窗口啦 對對對 要先在這裡買入場券才行哦 從皮包裡面拿出錢來 對 找的錢要放進皮包裡 成功買到住場券了 請坐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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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順利 小龐和詹姆斯 終於第一次要去海邊撿蛤蜊囉 可是 在小龐的面前 竟然有個巨大的水塘 它要怎麼辦呢 小龐好像還是很怕水 一直站在岸邊發呆 但是如果不走過這個水塘 就無法到達捡蛤蜊的地方 結果 欸 小龐 你要住哪裡啊 嗯 該不會是要回家吧 小龐來到了商店 可是 他到底要買什麼呢 小龐拿的是雨鞋 嘿 怕水的小龐只要穿上雨鞋 腳就不會弄濕了 好 八百元 可是 卻發生了一個大問題 還有400元嗎 小龐再度打開皮包 努力尋找裡面 可是 出發前 O哥先生只給他1000元 買了一張600元入場券 所以 多虧他已經都想到了要買雨鞋 嗯 沒想到 好險 在這家便有出租雨鞋 而且租金剛好是400元哦 可是 小龐知道出租租的意思嗎 小龐 那是用借的哦 等一下一定要拿來還哦 穿上雨鞋的小龐 再度走向水塘挑戰 這次能成功嗎 結果 我 太棒了 終於趕踏進水裡了 好棒啊 小龐 可惜 這一次換詹姆斯不肯走了 小龐 小龐拼命的拉 詹姆斯也拼命的抵抗 詹姆斯總算碰到水了 雖然不太好走路 但總算都願意走進水塘了 成功地克服了怕水的難關 馬上就要開始捡蛤蜊咯 小龐和詹姆斯來到了滿是寶藏的沙灘 並且繼續往前走 附近已經有很多人在挖蛤蜊 不知道小龐能不能像他們一樣順利地挖出來 然後小龐從詹姆斯的背包裡 拿出了扒子和網子 學著附近的遊客 把土蛙松來找蛤蜊 可是... 扒斯的用法好像不太對 這樣子是挖不到蛤蜊的喔 只要能夠挖到一顆蛤蜊 只要能夠挖到一顆蛤蜊 就表示附近還有很多 所以得先努力挖出一顆才行喔 可是... 小龐始終不放棄 繼續努力地尋找著 然後... 小龐好像發現什麼東西咯 小龐好像發現什麼東西咯 會有一個小龐 是一顆小龐 有些小龐